卡夫卡能超越四肢功长官吗? 宝科倒是坚信卡夫卡能做到 事到如今,卡夫卡不能退缩 不管什么方法都得试一试 卡夫卡先摆出了对视格斗术30的动作 怪兽9号持之以鼻 我不是说了吗? 这招对我没用 因为身体有对视格斗术创造者四肢功的记忆 他对对视格斗术了如指掌 在他眼里,卡夫卡完全没有超越的可能 但卡夫卡接下来的招式却完全出乎了他的意料 这一下,9号有点傻眼 怎么跟自己制造的不一样 你小子学一步精啊 卡夫卡攻身迈步向前 加入螺旋提升威力 这一拳精准朝着怪兽9号的核心之击 结合了宝克流的格斗术双破改 威力所向披靡 8号这一拳可真是大快人心 直接把9号轰飞出去老远 大家看着这一幕都被深深震撼 怪兽9号竟然会以这么狼狈的姿态躺倒在地 看样子,怪兽8号真的能赢啊 这一下大家都有了底气 同时也很诧异 卡夫卡真的让四只公老爷子的招式进化了 这一拳头可真给力 直接把怪兽9号干趴下了 连核心都被打出来了 怪兽核心暴露 也就意味着卡夫卡有了可乘之机 只要成省之机 就能顺利拿下它 大家欢欣鼓舞 怪兽9号遭受重创 尚未补助到生物反应 怪兽8号果然很强啊 小女孩高兴的眼泪都挤出来了 但卡夫卡去总觉得不对劲 打击的时候有一种微妙的违和感 像是怪兽9号在体内张开了护盾 果不其然 怪兽9号才不会一拳就倒下 他把护盾压缩到了极致护住了核心 既然无法一拳干倒他 那就多来几拳 在他宰生之前再来一击重创 在护盾的作用下 怪兽9号又重新站了起来 卡夫卡没有找到追击的机会 只能和他拉开距离对峙 怪兽9号口中汇聚能量 卡夫卡脑袋飞转 思索对策 就还差一点了 怪兽9号释放出炮弹 将周围炸得烟尘四起 无奈卡夫卡只好用探制能力 获取9号的位置 在他准备动身的时候 怪兽9号已经挥着拳头 朝他奔了过来 最后成为我半小时的 居然是你呀 卡夫卡躲开9号的拳头 而此时9号已经恢复完毕 甚至体性比刚才大了不少 9号的拳头如疾风咒语般素琢而下 卡夫卡没招 只好用双臂双腿抵抗 怪兽9号悠哉悠哉的说 你好像原本是人类吧 不管是谁 将我打造出的杰作打倒的那些人 还是突然出现的6号适合者 你们人类又一次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料 真是太有趣了 了解人类真是件乐事 我要调查他们 解剖他们 最后再吃掉他们 我对人类了解的越多 就越能获得成长 人类用智慧弥补了肉体的脆弱 用工具和规则军灵这颗星球 明明没有任何好处 就能为了他人挺上而出 愿意与比自己弱小的人分享 从生物角度来说 人类简直疯了 但我想了解更多 我想知道 人类总挂在嘴边的爱是什么 友情是什么 和爱有什么区别 人类在攻击他人时主张的正义又是什么 为什么大家要打扮的一样 为什么人类会和自己不吃的动物一起生活 为什么人类在高兴和悲伤时都会哭泣 何谓社会法律 什么又是神 为什么人类在网络和现实中的性格不一样 人类暴露在断层能量中是否会怪兽化 反过来 留下大脑让怪兽几生在体内又会怎样 还有诸如此类 很多无法用精准语言来解释的东西 他都很好奇 虽然怪兽九号的嘴像炮掌一样 劈里巴拉说个不停 但手上的动作可没停下 他站起上来迅速给了八号一拳 接着又是一通乱揍 很快 卡夫卡这边便摆下阵来 怪兽九号抠着八号的脑袋 他对人类这种生物充满了好奇 他想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 所以他制造了一场混乱 他要将一切都收入囊中 说完自己的理想 他也问卡夫卡到底听明白没有 你看见了吗 将人类的肉体 人类的文化和人类的全部化为温床 这就是我要创造出的怪兽世界 而卡夫卡脑袋里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马上将这家伙搭倒 别开玩笑了 怎么可能让你创造出那种世界 卡夫卡想用拳头说话 但怪兽九号轻松一握便将他拿捏住了 刚才你的攻击让我看到了你的成长 还挺有意思的 接下来轮到我展示我的成长了 这一刻卡夫卡感受到了二号的气息 直到他亲眼看到 怪兽九号的身体上又分出一颗脑袋 与四只公老爷子一起被夺走的 象征破坏的大怪兽就此苏醒了 没想到怪兽二号 竟然能以这种方式重新现实 怪兽九号的话不是开玩笑 直面对他一头怪兽就已经处于下风 再来一个怪兽二号还怎么打 在卡夫卡惊讶的时候 九号的形态再次改变 最后爆发出了惊人的近战攻击力 这个攻击方式和威力 简直就像这四只公掌冠发出来的一样 八号起身跳开夺过了一击 然而怪兽九号紧跟着膨胀出巨大的肉流 这显然是九号自己的招式 一远一进相互结合 打得卡夫卡措手不及 眼前这个二号和九号的结合体和刚才判若两人 无论是远距离还是近距离都很棘手 和他对战就像同时在和二号和九号交手 无论远近八号都很吃力 他尝试着用对视格斗术防卫 改进后的招式免强能打中怪兽九号 可这种拳头对于现在的九号来说 无法造成致命伤 而且怪兽九号的学习能力惊人 只要他看到不知道的招式 很快就能学会 到时候可别把自己做死了 卡夫卡进退两难 要么不用 要么用了就正中这家伙的下怀 但又必须得出手 而且要一击得手 不然就会被他学走 有什么办法能当场秒他呢 卡夫卡还没想出答案 怪兽九号就迅速猛攻了上来 现在来不及考虑了 不用的话别受反击 就连勉强撑下去都做不到 所以他不得不使出了第四事 怪兽九号越打越起劲 没想到还有自己没进过的招 那就继续来吧 卡夫卡越想投越大 这样下去 招式全都会被引出来 这不就等于现场在土地吗 大家都看出来 此时是怪兽九号的主场 他已经能逐渐做出应对了 这样下去可就真的无计可施了 而且不止这一个问题 卡夫卡变身成八号后 已经过了三十分钟 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研究员曾说过 变身时常和身体怪兽化间有关联性 要是长时间的持续变身 或者身体再也都被占据 日憋卡夫卡的身体 就真的再也不能变回人类了 但能不能变回去 对此时的卡夫卡来说并不重要 他只想打败怪兽九号 让这里恢复安宁 大家拼命为我创作的机会 我绝对不能输 八号像人打了鸡血样直冲上去 逮着怪兽九号就是一顿胖臭 无论如何 都要给这家伙来一场致命一击 卡夫卡打算和怪兽九号拼命 然而在他挥拳的时候 怪兽九号竟然凭空消失了 这时候新招式已经用完 可九号还没开始发力 突然九号现身打出杀招六十雷底 直接把八号给打趴下了 这一套招式下来 反倒是八号的核心露出来了 九号得意的握住八号的核心 此时卡夫卡的性命就掌控在他手上 九号手上用力 将军大家都很紧张 卡夫卡没有反抗的机会 核要被捏碎了 不过身为反派 不说点获胜感言怎么能行 九号一边握住卡夫卡的核心 一边嘲讽 真可惜这就结束了嘛 但卡夫卡的表情却非常平静淡然 不还没有结束 九号我可是有个最强的青梅竹马呀 九号刚反应过来 手臂就被圆处而来的狙击轰断了手臂 他没想到到这时候了 亚白米娜竟然还有战斗力 坏了 这就是反派随话多嘛 米娜没给他喘息的机会 紧接着又来了第二轮红茶 亚白米娜吐槽他 你从小就是这样 总是一个人乱来 卡夫卡看着远处朦胧胧的影子 哈哈大笑 果然威力惊人啊 果然 这靠卡夫卡的力量是有限的 恢复清醒的米娜队长 是最近最有力的支援 如今 他们二人并肩作战 能顺利拿下怪兽九号吗 对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